你在看的是GIGABYTE PLUS 學頻道 看完我第一課教的鋼琴伴奏 這樣說 其實真的 講真一句 你玩得到我上次教第一課那些東西 那十多二十分鐘 其實你真的已經 基本的東西已經彈到 我很要求一件事就是 你想玩到自彈自唱好聽 或者是型 你拍到最適合 其實你彈得不用多 你唱得好聽 那已經搞定了 你唱得好沒聽就沒辦法 這是你練另一件事 但是這個是很重要的 有時候自彈自唱 不是說一定要搞很多東西 這個是最重要的概念 如果你初樂的話 搞定了你的拍子 1 2 3 4 做得清脆利落 穩陣聽下去 是順耳的 其實這已經是一個很好的彈法 就等於你記住 彈結他都是這樣 只有六條線 最多同時間彈六個音 掃下去 一下一下這樣掃 其實和你鋼琴比這隻手已經做到 是不是 有時彈四個音 所以便上記住 不用玩太複雜 這是一個小小的提示 以及應該說 當你練的時候 有這個目標 你跟拍自己練 準確一點 OK 今天教第二課 第二課 今天其實就是同一人 OK 教第二課 有什麼特別的東西 深入一點 真的開始講一些鋼琴 或者鍵盤上面的編曲技巧 不論鋼琴也好 彈鋼琴也好 彈其他聲音也好 相當之有用的 這個是在外面 很少會有人這樣拆彈來教的 認識的人很多 但很少會這樣教 所以希望是 我覺得是很實用的 一樣東西 有一個最淺的方法 先說 好了 譬如說 剛才我們上一課 我玩四個巴巴 就是C A 如果以我們第一課的理論 bene 집에都可以로 而右手 Hobby 很悶 我右手要不就是CG 要不就是ACE 就是比原本第一個轉位的彈法彈下去 好悶好悶 是吧 經常都會有這些問題 那怎樣做呢 其實我們可以留心點看這些 chord 其實它可以轉的 我們有分第一轉位 第二轉位 第三轉位 這個學來的 就是什麼意思 CEG 可以彈為EGC 可以彈為GCE 如此類推可以這樣轉下去 意思是什麼來的 就是說它可以有很多種不同的C chord的彈法 等於如果你是彈結他的人會知道 C chord都可以有很多種不同的彈法一樣 它有一個這樣的轉門方法 好 就由於因為這個這麼簡單的樂理的關係上面 我們就可以把它編曲 編成為一個更漂亮的技巧 那怎樣編一個更漂亮的技巧呢 很簡單就是這樣說 經常都會說的就是 我們聽人耳朵 聽歌的時候 聽音樂 通常比較聽是聽高音的東西 低音的東西比較弱點 不太聽到 通常高音的東西比較突出一些 所以變成了 當我彈一個C chord的時候 其實你聽到的音最多是G音 E A D 不算你什麼perfect feature 不知你怎樣聽到C的照片 正常人聽的話 只會聽到這些音 有一個問題就是 當我們編曲的時候 你會發覺 以為這些音是很突出的 而這些音是沒有什麼特別的連貫性 聽到它覺得好像沒有什麼關聯 所以經常都說彈出來好像唱試歌 或者像幼稚園的小學生彈出來 幼稚園的小學生彈出來 那些東西彈出來 這就是因為沒有經過編排的Cord 就會有這樣的情況出現了 因為高音的問題 變成就是說 如果我能夠從Cord的轉位上入手 就可以令到這首歌 或者這四個Cord的Progressive 變得好聽一點 OK 講那麼久 很煩吧 又沒有做示範 因為沒有示範 暫時這是你要認識的一個理論 做一個很簡單 我們由英文字母上面 你吉了我你先 才轉換在鋼琴上面會比較容易 好了 舉個例子 現在我們重點就是在畫 G E A D 這四個音沒有一個連貫性 好了 所以我會變成這樣彈 我將這首歌 最初的Cord我就不彈 C E G 我變成了 E G C 我記得它是第二轉位 好了 接著下面 A Myler我變成了E A C 第三轉位 然後 為什麼我經常寫錯F Cord 那些呢 這次醒目 你們還沒觸到我之前 我已經在影片裡面改了 好了 F Cord我會變成F A C 然後G chord不變 然後G chord不變 好了 這一個就是一個很常用的情況 在吉他也很好用的 但吉他的人因為不懂配音 他不懂用這個東西 所以他們很蠶長的 我彈開琴我會不會懂得轉下去 會方便一些 好了 經過我這個不同轉位的彈法的時候 這個是第二轉位 第三轉位 這個是EC 第一轉位 第一轉位 你會發覺 咦 現在他們的高音 就順了很多 變觀聲就大了很多 OK 那你想想 一個 chord 會有兩個轉位 三個轉位 其實你的選擇可以有很多 甚至乎 我可以是 畫一個 G C E 然後下面我畫一個 A C E 然後畫一個 A C F 然後畫一個 B D 或者我可以做一個這樣的 效果出來都可以 這些都是我們不同的玩法 我們用了三個轉位去玩法 無限的變化 但留意一下 高音的位置 全部都有一個關聯性 相同 或者是順序 OK 那這個就是最容易的方法 不妨我們試一下 現在看一個效果 彈出來 分別會多大 三種方法 我會知道 第一個轉法 第二個轉法 分別是相當之大的 OK 那這個所謂的 砌音的意思是什麼呢 首先我們做一下實驗 所謂的 人聽下去的聲音 通常是聽到高音的位置 做個簡單的實驗 聽一下你就知道了 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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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這個簡單單 四個巴掌裡面 你會聽到 你會聽得最清楚 記得入路的音就是 就是 這個音 亦是所謂的高音發揮出來的狀 OK 所以剛才我們玩的四個曲 C,A,M,F,G 如果用我們平時的彈法 它是極度涼和無聊的 南 Allied D,P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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VX,D,P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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uch, GLii,B,P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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一個轉法的玩法,即是C音做高音 你發覺開始的深度就正在出來了,真的有點像 好嗎?再聽到第二個轉法 這樣也拍了 好,另一首 這一種連貫性的玩法,其實在Broken角度是更明顯的 OK,這就是不同的玩法,在我們玩的連貫性上 對他們來說難不難呢?不難,只是講Cord的方法比較難 聽完的分別是完全兩回事 這已經是第一個玩法,也是需要留意的地方 當我們想編得好的時候 其實我們要理解一下Cord與Cord之間有什麼音 有什麼音是關聯的,很重要 但我弄了這麼久,一些人都會這樣說 說,Sir,你又叫自己,Sir 你每天都這樣改這些Cord,那怎麼電呢? 我首首歌都不一樣了 或者我的Cord怎麼轉,你一看你又改得這麼厲害 OK,這就是玩鋼琴半周 不一定是鋼琴,甚至你是說 Guitar,你都要懂這些字 很容易換它運用 變成我可以隨時編出一些好聽的東西出來 其實這就是我們玩音樂最難的地方 去理解樂力的東西 所以,如果你本身已經是有少許琴底的話 不妨在這個Cord的應用上 因為你是要知道,每一個Cord 當我見到這個Cord,即是馬上來了的時候 你給我一份報告,我會立即一看 已經轉到了 轉到這些東西出來 那這些就是所謂的即興的半周 或者即興的Solo 就是由這些地方演變出來 講到尾都是講你對Cord的認識夠不夠深 OK,這個是相當重要的一個啟示 或者是一個了解的地方 相當之實用的 我覺得這些經驗上的分享是 好了,到你明白了這種不同的排列方法之後 有沒有什麼特別的地方需要留意的呢 你會發覺就是 當你彈一個Cord的Progressive的時候 剛才我說 和一個Cord的Progressive 是有很多首歌可以用到 OK,所以變成為何我們有這麼多的轉位 因為我同時間可能我現在唱安靜 我下手就唱童話了 之後就唱張士晴歌 然後我就唱首最後晚餐 四首歌直落的 都是用同四個Cord 一模一樣的東西 的時候 你沒可能彈光琴那些人 就是一首歌就彈四首這樣欠錢的 你一定要有些新的東西給人玩 所以變成這些不同的編曲方法 或者是對玩Cord的方法 就是讓你去應付 當我們遇到同一個Cord 但是不同Cord的時候 有什麼新的伴奏方法 這些就是這樣演變出來的 OK 這個也是相當之麻煩的一個 一個惡理來的 OK 但是需要離架 這個是最重點的一部分 好了 然後順便提起一件 就是當我們去玩一些Cord的砌法的時候 不一定只是砌頭的 我們可以砌尾都可以 或者你不一定是頭這個位置 是有關聯的 可能是尾有關聯的 都不出奇 當然了 你看到我這個砌法 基本上你三顆音都是有關聯的 所以變成聽起來順義很多 OK 這個是我們今天教的第二科 一個最基本的 都不算最基本的 就是你要認識的 一個方法 搬走的技巧就是這樣 OK 如果不明白的話 可以在我Facebook問我 或者喜歡的人可以訂閱我的頻道 這樣就可以看到很多 我更新的影片 有吉他、有琴都可以 對了 舊看片的人記得幫我Facebook 說了這句我都知道 OK